大家好,我是徐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AMC10的一个专题 就是3 Circles Van Diagram 这个经常会在Counting里面用到 它这个概念呢,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有三组数A,B,C 然后它们分别是有交集的 那如果我们要求这个三个圆 它们整体总共有多少个 就是说A,B,C 它们一共有多少个 去掉重叠的部分 这个具体的计算方式就是用A的数量 加上B的数量,加上C的数量 那我们看A加B的话 实际上这一部分 A和B相交的部分是算了两次的 所以要把它减掉 同样的A和C相交的部分也要减掉 B和C相交的部分也要减掉 最后我们考虑中间A,B,C相交的这一块 它A算了一次,B算了一次,C算了一次 它实际上这一部分算了三次 然后在减掉A,减掉A交B的时候已经减掉了 在减掉A交C的时候也减掉一次 减掉B交C的时候也减掉一次 它就减掉了三次 等于它什么都没有 但实际上这个应该要算一次 所以最后再给它补上了一次 这样讲可能还是有点太抽象了 我们看一个题就知道了 就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题 从1到60 How many numbers are 3 multiple 4 multiple or 5 multiple 就是3或4或者5的倍数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想 首先345共同的倍数60 那是一个 然后3的倍数有20个 3和4共同的倍数 12的倍数有5个 那么这里应该是4 因为一共是5嘛 然后3和5共同的倍数 3和5是15 15的倍数有4个 那这里就是3 20的倍数有3个 那这里就是2 然后3的倍数有20个 20减掉这个8 这是12 然后4的倍数有15个 15减7这是8 5的倍数有12个 12减6这是6 然后把它们全部加起来 就是26加上10 等于一共有36个 那如果我们用刚才那个方法呢 首先它是 它是这个A并B并C 这个的value会等于 首先是A A是20个 然后B是15个 然后C是12个 然后减去A交B A交B就是12的倍数有5个 然后3和5 15的倍数有4个 然后再减去20的倍数有3个 最后再加上1 这样的话算出来 这样的话算出来这个是47 减去12 再加上1 对也是等于36 所以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那大家就我们就来看一些真题吧 第17题 D is visited periodically by her three best friend ABC A visit every third day B visit every fourth day and C visit every fifth day All three friends visit D yesterday How many days of next 365天 will exactly two friends and exactly two friends with her 那我们就考虑它是345嘛 345 我们需要画一个 三个circle的Van Diagram exactly two friends with her 实际上就是这块 这块和这块 那我们考虑一下 以60天为一个周期吧 这个是3的倍数 这是4的倍数 这是5的倍数 那么3和4共同 345共同的倍数中间应该是一个 然后3和4共同的倍数呢 有60除以12有5个 那这一块就是4 然后4和5共同的倍数 它是有3个 那这一块就是2 3和5共同的倍数有4个 15倍数有4个 再减击1 这一块就是3 所以2加3加4 就每60天呢 它刚好有9天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然后360 它有6个这样的周期 那么就6954 最后还剩下额外的5天 它们是没有这些个两两焦点的 所以总共答案就是54 好 第十三题 那我们这就是一个三个圆圈的 Van Diagram Yoga Bridge Painting 分别是10 13和9 There are 9 students Taking at least 2 classes How many students take all 3 classes? 那么假设这一块是A吧 然后B C D 它等于意思就是说 A加B加C加D 会等于9 然后我们知道 9加10加13 全都加起来 再减掉20 9加10加13 相当于B算了两次 C算了两次 D算了两次 A算了三次 再把它们都各自减掉1的话 这个实际上是等于 B加C加D 加上两倍的A 这个是等于12 那我们用这个12减掉9 这个刚好BCD都cancel了 就就等于A 就等于3 所以A就等于3 第24题 后面有点难了 他说这个 他有三个grandchild grandchildren who cooper regularly OK 他说一个 每三天打他一次 一个四天 一个五天 然后他在16年底的时候 他们三个一起 给他打了电话 然后接下来一年呢 他会有多少天 没有电话 那我们就算他 有多少天 是接到电话好了 实际上是每三天 三四五 然后六 对那实际上就是 我们可以算出 他有多少个 三的倍数 四的倍数 五的倍数 对吧 然后三四五 总共是60一个周期 嘛 那我们先考虑 360天吧 比较简单 然后剩下五天呢 呃 剩下五天会有 三四五三天 他是接到电话的 接到电话 这里有三天 然后我们再考虑 360天里面 有多少天 那我们这个题 我们就需要用 那个三个圆的 三个圆的这个图形 这个是三的倍数 这是四的倍数 这是五的倍数 然后三的倍数呢 是120个 四的倍数是90个 五的倍数是 72个 然后三和四的 共同倍数 应该是30个 然后四和五的 共同倍数 应该是18个 三和五的 共同倍数 应该是24个 然后中间 他们三四五 共同的倍数 应该是六个 那实际上 我们知道 这个东西 三个圆的 具体怎么算 应该是120 加90 加这个72 这样的话 他们两两 重叠的部分 相当于是算了两次 实际上 我们应该减掉一次 所以减掉30 减掉24 减掉18 但这样中间 这一块 他这样算了一次 两次三次 然后又减掉了一次 两次三次 就变成零次了 但实际上 中间这块 应该算一次 所以再给它加回去 这个才是 这个总共是多少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 去稍微研究一下 这种三个图形的 这个具体是怎么算的 然后这个的计算算出来 这是42 这是72 那最后这个算出来 是216 所以总共加起来 3加上216 就是219天 他接到电话 那没有接到电话的 就是365 减掉216 就是146天 OK 146天 2196天 325天 4213天 4215天 6205天 6215天 5111 1215天 5163 2211 感谢观看